代表安天娜 这几天我们不停地讲华尔街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派国安部长陈一新 负责对海外公司的打击行动 用国安的角度 有系统地整治美国的企业收集中国信息的行为 显示习近平重视国安高于经济增长 这场行动将打击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信心 而在这里你也都见到华尔街 华尔街也都正式宣布 在彭博那篇报道里面讲到 就是说高盛 两间大摩 甚至德银 瑞信 还有的当然野村 他们陆续这样认清楚中国的本质 这些企业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腾飞三十年 他们在中国赚到极大的钱 甚至在动态清零完结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中国大好友 他们试图影响世界各大的经济体 将他们的重心放在中国那里 更加讲好中国的故事 但是也都因为现在国安大过经济 他们陆续这样觉得自身的不安全 对于华尔街来说 这些企业 这些基金投资 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极权国家或者独裁国家 他们赚钱 他们未必在自由 就是说经济体 甚至在民主成熟的国家 他们往往侧重于一些所谓的叫做新兴市场 第三世界国家就未必 但是以发展国家 他们就反而并不提从 他们摆下去的 就是一些新兴的经济体 和发展中的国家 而过去的几十年 令到他们盆满撥满的就是中国 但是结果习主席上台 尤其是二十大之后 进一步收缩外国 这些这样的投资 虽然说明 希望外资进场 很需要美金 很需要他们投资 令到中国可以外循环 结合内循环 变成了双循环 但是实际上 这种说法已经全面这样 这样崩溃 因为当国安超越了经济 这样就国安行先 这样就真的是国安天命 而来到这里 因为的不确定性 令到现在西方 这些华尔街最大的大岳 他们感到不安全 结果双双这样 在中国很多的投资开始暂停 甚至人手方面的招聘 更多的就是他们打烧了 在中国继续发展 这个很客人 你问我 为什么这么客人 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跟独裁者打交道 只要你有贪污腐败 他就有钱 就是很多的国家领导人 甚至一些高级干部 他们的子女去到美国留学 接着你留学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给一些offer你 喂 你进来高盛做 给你一个副总裁 你回中国的时候 跟我找投资 找生意 但是因为他有官方背景 回到上海 回到北京 这样如如得水 各大的有钱佬都会给你面子 这个就是所谓的独裁政治 独裁的政体必然会发生 接着他借着这些红二代 官二代 在中国落地生根 找了大量大量的人民币 也就是兑换美金 你说是不是够了 所以对于这些资本 其实他们最需要的 并不是民主 他们最需要的 就是你的腐败 而中国的贪污腐败 已经不用大家多说 这样他们也都 趁着这一件事 它令到他们能够 大力地发展 但是今时今日 他们的退出 也就是说 中国的市场的不稳定性 习主席 就是他们最大的隐忧 因为当你国家安全 是超越了 经济的话 你说这些人走不走 事实上 现在中国发起的就是 连四大的会计师行 在各有企业都要停用 那你就知道 接下来他们基本上没有运行 今天还需要你 但是实际上 明天天这种不确定性 甚至金融体系 甚至金融体系 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人放弃 华尔街放弃 他们因为你的腐败 能够赚大钱 也因为你们的不确定性 他们准备撤离 当一些深入调查 调查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调查 你的业务 调查的就是风险 结果现在中国共产党 连这一部分都不让你做的话 那你说 你的风险究竟有多大 这些才是真正的聪明钱 当他们陆续这样撤离中共的话 这样中共的经济 你就要看得到 他已经走到一个中国的地步 习主席很奇怪 他说支持民营企业 结果他们就开始陆续这样 用反垄断的手法去打击你 他说他们着重农民 跟着他增加农管 他说要外资投资 结果他就连外资一些调查报告 连会计司行都不用 他说他要继续成为世界工厂 但是就不停地这样 在西方国家 尤其是工厂上的限制 甚至涉取他们的技术 中国是一个很奇异的地方 亦都是一个很神奇的角度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 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悲哨 大伽安天娜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